金正男到底是谁杀的呢 现在全球普遍认为 就是他的亲弟弟金正恩 好 可是呢 这个案子在马来西亚还是要审啊 来看今天这个维安大阵仗 主要您看到人群堆里面没有 两个女生她们穿的防弹背心 就是当时去蒙住金正男的这两名女子 好 一个是越南女子段世相 还有印尼女子艾莎 好 我们来看呢 就是他们两个出庭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段世相 她是这样面带微笑的 但艾西亚呢 她就整个呢 就是这样子的错气的状况 今天呢 就是一个听证会 那难道暗杀金正男 只剩下这两个人在受罪吗 那么他们在庭上呢 就说因为真的是受人蛊惑 以为是在参加真人秀 所以呢 才去这个对金正男 有那样的一个动作 但无论如何 现在也没有人可以有办法 那么来back up他们 因为呢 这些人都跑到哪里去了呢 已经没有答案了 我们先看呢 今天他们出庭的时候呢 有200名警力在这边戒备 让他们穿上防弹衣 就怕呢 万一有什么闪失 而现在说要找凶手 除他们两个之外 没有了耶 那这样子 金正男是不是也是死得非常的冤枉呢 来看三位北韩的嫌犯 其实已经被交涉回去他们北韩了 还有四名北韩的嫌犯也是在逃 所以呢 这个所谓呢 受人蛊惑 那人在哪里呢 当下你都找不到 没有什么证据的情况之下 恐怕这两个呢 就会成了戴罪羔羊 那么到时候 十月来受审的时候 面临的只有唯一死刑 在这刑犯的车辆开进法院 马上成为美光灯焦点 涉嫌刺杀金正男哥哥金正男的两名女子 在马来西亚当地时间28号 来到最高法院出庭应讯 现场加强戒备 警方全副武装 涉案的28岁越南女子段世湘 以及25岁印尼女子艾萨 都穿上防弹背心 在重兵押送下 来到法庭受审 两人今年2月 在吉隆坡国际机场 朝着金正男脸部 涂抹VX神经毒剂 导致金正男死亡 两人因此遭到起诉 根据报导 印尼女子艾萨 认为自己被陷害在法庭上哭了起来 一旁的段世湘则是面带微笑 两人都坚持自己的清白 而检方也已经向法院提交33项相关证据 以及监视器画面 还会传唤至少30名的目击者到法院作证 当地最高法院也宣布 将于10月2号对梁女展开共同审判 一旦罪名成立 两人可能将面临死刑 国际中心承怀编译